因為這算複乳的成因大概有兩大類 一類就是所謂的先天型的 或者我們叫做乳腺型的 大部分的女生在成長的過程 發揮的過程當中 她大概就是兩邊各有一對的乳腺而已 但是在我們有的在胚胎發揮的過程中 如果有一些乳腺沒有完全退化掉的話 她可能容易在我們夜下這個地方 多一對乳腺出來 一般我們就叫先天型的 或者是所謂的乳腺型的 那第二個原因是所謂的叫做 脂肪型或者是後天型的 主要誠意是說 有些女生隨著她年紀慢慢增加的時候 可能有一些不適當的一個脂肪堆積 那堆積就是在腋下的這個地方的話 就常常形成了我們所謂脂肪型 或後天型的這個腹乳 那因為這樣的一個問題 不管是美觀上或者心理上的一個因素 所以會來我們這邊求證 處理方式它還是分兩大種 一種大概就是直接用傳統的 一個手術的切除法 那手術切除法就是我們在腋下這邊 會割開一個傷口 那是把下面的乳腺組織 或下面的脂肪組織把它切除 但是相對來說它的缺點就是 它的傷口會比較大一點點 那第二類的方法就是用抽脂的方法 那傳統抽脂的話 大概就是我們畫一個小洞 雖然是傷口很小 但是我們常在抽的話 並沒有辦法把裡面的脂肪或是乳腺抽得很乾淨 那甚至說因為抽完以後 可能外面的皮膚還是會鬆鬆的 那現在最新的一個治療方法 大概就是我們可以用我們的微塑抽脂 那微塑它結合了這個去切除皮膚 還有我們剛剛提到抽脂的一個優點 那減少他們的缺點 因為第一個它可以把裡面的脂肪 還有乳腺組織抽得比較乾淨 那加上它的話 它不會破壞掉我們皮膚的結體組織的話 抽完以後這個皮膚有辦法縮的回去 好所以它的話 可以打到好像切除完這個縮回去的一個效果 所以目前在治療腹乳的上面 大部分有越來越多的病人 他會選擇利用這個微塑的抽脂的一個方法 來治療這個腹乳的一個部分 術合照顧一樣我們大概還是會建議要做有一個壓迫的一個動作 不管是用紗布或是彈性的繃帶 或是當然最好的我們還是穿塑身衣 那最好是量身定做的話 就可以讓我們外面的皮膚跟下面的胸打肌 或其他組織可以黏得更密合 穿的時間大概是一個月到三個月左右 那可以讓我們以後這個腹乳狀況 獲得一個很好的一個改善